從剛剛的趨勢的分享到現在下午 抱歉讓大家久等了 上面有一個議程有一些delay 所以非常謝謝大家在這裡又多等了幾分鐘 奧義的這場是針對一連串的攻擊 這一連串的攻擊是在台灣發生 包含金融業的券商相關的攻擊 後面還有一些APT的事件 奧義的調查把這些事件串起來 寬寬同時也是我們的review board的主席 剛好他也是這件事情的研究員 所以他為我們帶來這場事件精彩的演講 讓我們用掌聲歡迎他 謝謝GD的介紹 台灣非常抱歉 因為我們剛剛有其他活動 然後稍微delay了 那謝謝大家等我們10分鐘 好 那我今天講題目是這個Operation 主要會簡單介紹一下這個事件 然後我們看到的story 那我們覺得事情長什麼樣子 以及monware reversing 這中間我們也抓到了一些monware 那這裡面我們分析這一層 並揭露它的使用的手法 然後以及它的story intelligence and attribute 它可能跟哪些攻擊團隊是相關聯的 然後最後去說明一下這個攻擊它的impact 和我們的conclusion 好 那這個事件大家可能都有聽過 如果我們剛剛講在去年11月25號的時候 那多個台灣的券商就被攻擊 那user遭到盜用去購買一些香港的港股 所以像這邊就是當時的一些新聞 那當時在調查的時候大家認為說這是一個credential staffing的攻擊 也就是說攻擊者只有去拆帳號密碼 那去攻擊這些使用者 然後去買這些港股 那從這件事情之後 其實台灣就開始提升在金融產業方面的治安的一些防禦 那因此在今年大概2月的時候 那其中一個去這個受害的單位就有來找我們 並且想要使用我們的服務 所以我們就開始幫他做一些IR調查 那我們的調查過程就回溯到去年的11月 那我在調查過程中就有找到了一些蠻可疑的行為 而且剛好落在跟去年這個攻擊的時間段幾乎一樣的時間點 那同時在今年2月 我們在監控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新的這些行為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個假設是 這一次的攻擊可能並不是那麼單純 只是一個credential staffing的攻擊 那它可能有更多後面的故事 它可能是有一個APE層級真的打進去了 但是透過各種方法把這些東西串起來 那我們在調查過程中其實大於兩家的台灣的financial的公司是受害者 那這個至少是從去年11月到今年2月我們觀察到兩波他們的行為 那在這邊我們有很高的信心這是一個中國的threat editor 那他們用了是一些金融業大家常用的一些軟體系統上面漏洞進來的 那所以商號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supply chain相關的一個攻擊 那它有一些二一層式有用了蠻多有趣的攻擊技巧 那這我們後面會跟大家介紹 那我們在分析之後我們認為這是一個中國的一個攻擊團隊 那我們link到這個APE10 那我後面特別講說是low confidence 我們有觀測到一些行為 他們的domain是相同的 那他們都用了quassarate 那quassarate的改動的方式也是類似的 那IP都是從香港過來的 但是從這些證據我並沒有非常有信心說我這個推論是正確的 所以我這裡認為我們在threator的推論是low confidence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講我們整個觀察到的故事 所以我們首先我們在分析的過程中 我們首先是觀測到有一支叫做presentationcatch.ese的這支二一層式 那我們觀測到這個行為之後 它可以bypass一些defender 那並且把自己安裝為windows的service 那從這個東西開始我們就往回推攻擊者是怎麼進來的 好 那我們後面就把攻擊者怎麼進來的行為 我們用killchain的model去分析一下 所以一開始在initial access的部分 有一些基本能力的駭客可能都可以找到 對 好 中國社群常用的webshow系統叫做以鍵 那這個以鍵它有經過一些修改 它讓它的這個webshow對於csharp有更好的support 那它的javascript這邊有看到一段code 它用assembly.load去把你的csharp assemblyload進來 所以它對動態載入code這一段其實做了一些加強 所以我們就往回去追說這一段code在哪邊有出現過 那我們有找到一個中國的ctf的選手 對 那當然它絕對不是壞人啦 對 那這個webshow就跟它寫的是一致的 對 如果我前面說的這個應該是它開發的工具 然後被攻擊者所濫用然後拿去做攻擊 但從這邊我們大概可以知道一件事是 攻擊者可能是跟中國社群比較相關的 所以它才會選用這樣的一個武器來進行攻擊 那這部分就是它重疊相關的code 所以你可以看到assembly.load convert from base-less string 對 跟我們剛剛前面看到的 以鍵的webshow是類似的 所以我們這裡就有一個初步的storyline 攻擊者是從一臺DigitalOcean的IP 首先先利用這個漏洞 打到了這個test01的機器 對 那這臺機器是一個測試的主機 所以說在其他臺機器上面可能比較好防護 但在這臺測試的主機上面它比較沒有太多的防護 所以攻擊者更容易打進來 那打進來之後我們有看到說 攻擊者使用了常見的mimic cuts 對 然後來進行credential的dumping和提權 那mimic cuts 大家應該都非常熟悉的 它是用來蒐集windows上面的一些credential 我們這邊也看到一些比較有趣的行為 例如說Zenser這是我們家的工具 它就會把二億城市裝成Zenloader 是我們的名稱 改成跟我們同名的 然後放到這邊 然後去混淆網管 說這個是正常的治安產品 那它是好的 它其實是有問題的 好 那它的二億城市有針對 有針對defender做一些bypass 那我們後面會看到一些code 好 那在拿下一台機器之後 它就透過比較簡單的透過rdp 去log到它的idc的server 那這邊下面是我們看到相關的log 所以可以看到說 有在idc上面去執行這一支主要的後門 presentationcatch.ese 那我這裡掃了一張圖 那當它拿下idc之後 它同樣的還是透過rdp的方式 進到了data center 好 所以到這邊我們可以 總和其他事物的storyline 攻擊者先用漏洞打進test1之後 它用rdp進到了idc2 接著它進到了cim的db 那當然這裡的naming 我們都改過了 只是我們用這個naming 表達出這台機器它的特性 那到了cimdb之後 它就有辦法去dump 一些data basement的資料 好 所以我們在機器上就有觀測到 它執行了 SQL Server Management 的GUI的SQL程式 然後用這個GUI程式 去把一些data basement的東西dump出來 好 所以這就是整個storyline 它進到cimdb之後 在這兩個時間點 然後去執行了SQL Management Studio 然後去把資料dump出來 所以這裡我就介紹完 我這一個攻擊它整個攻擊的流程 那整個攻擊流程裡面 有一支二翼程式是相當有趣的 我們特別把它抓出來分析 那就是這一支 我們前面提到很多次的presentationcatch.exe 對 那可以看到它後面 跑出來一個do check的memory module 我們後面會介紹一下這是什麼東西 好 那這一支presentationcatch.exe 就是quassarate 這是一個open source的RAT工具 用data net寫的 OK 所以首先它會把自己安裝成一個windows的server 以service的形式去做一個安裝 然後它註冊的service name是這個presentationcatch.exe 那就跟一個正常的service名稱是很像的 好 那註冊完service之後 它這一支會先到fileserver上面 這幾個位置上面 抓它的下一個階段的payload 那它的payload主要有兩種 一個是duckcheck.bin和x86.bin 那這個duckcheck.bin 是用來去做檢測的 它去確認說我原本的這個service 是不是有連上c2 如果我有連上 是這邊 我有沒有連線是連上c2的 如果我連上c2的話 代表說我的後門是活著的 它就什麼都不做 但如果今天我沒有到c2的連線 那我就知道說我這邊可能掛了 它就會把這個service重拋起來 那這樣子可以讓它的整個服務是比較robusted的 那另外一方面 它也會去load這個x86.bin 那這個東西就是 它真正的後門的quassar rate 那這個quassar rate就會連到這幾個c2 那它們其實都是透過process injection的方式去進行的 所以quassar rate會inject到這兩個process 那duckcheck會inject到這兩個process 好 OK 所以我們再深入看一下presentation cache這一支 那這一支就是它的 它其實有一些command line的argument在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知道說 它不是一個完全自動化的工具 而是hacker可能手動進到電腦裡面 手動去下這些指令把它跑起來的 所以我們前面看到的就是star service和這兩個部分 好 那這邊是它的一些設定檔 那我們首先可以看到說有些奇怪的字串 那這些字串它是透過dscbc的模式去做加密的 那key和iv是這兩個 所以我們可以去解密它的一些內容 所以就可以看到說 例如說這個bin name它這裡加密過bass 加密之後bass64 解出來之後是x86.bin 那其他部分可以看到它相關的一些內容 好 那在這支攻擊其實我們是觀測到有兩波的攻擊 那第一波的攻擊是去年11月發生的 第二波的攻擊是今年2月發生的 那這兩波的攻擊它在config上面其實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ins embedded這裡 那這邊如果是false的話會follow我前面講的 我會到外面去抓我的binary回來 然後去把它load起來 那另外一個部分 那如果這邊是false的話 它會把剛剛的binary 它這次就不會去外面抓dogcheck和quassarate binary 而是把這兩個東西用string的方式 然後加密之後存在這邊 所以它就不用去外網重抓東西 所以這兩波攻擊它們其實有一些config是不一樣的 但整個config的檔案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知道說 這兩個應該是同一個攻擊事件 那這一支but也有一些anti-sandbus的行為 所以例如說這兩個就是check sleep time 和確認一些sandbox 避免我的惡意層次在sandbar跑起來 那它也用了多種方式去disabledefender 包含了說它會嘗試去kill windows defender 那如果kill不掉它就會嘗試把各種option 這邊看到的把各種option去disable掉 所以它創了很多的reality key 然後去把defender的某些功能把它關掉 那再進一步 這邊也是利用power show去關掉一些資訊 好 好 好 這邊大概 那 對這邊也跳過 好 所以這裡大概是它disable defender部分 那它coinjack的部分它很多的部分是 Coby這個shopsplot的這一個power show的專案 然後把程式碼copy過來 好 那它們過程中有一個我們比較有興趣的供給手法 就是這叫donut 那這個供給手法它是嘗試去把 darnet assembly去把它漏進來 好 那所以我們找到一段程式碼 那這段程式碼和在github上面的code 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這一個工具有什麼不一樣的 我們可以想像成 我今天我在受害者的電腦上面 我通常就要寫show code 那我寫show code 我要寫assembly 就會比較麻煩 那我就 而且show code的偵測 可能很多的資安設備都有去做處理了 那為了更方便 我就想到一個問題是 那我駭客可不可以直接寫darnet assembly 然後直接丟到你電腦上去跑 但darnet assembly去跑的時候 它因為沒有darnet environment 所以應該是跑不動的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darnet loader在做的事情 它想要在你跑 它會在你電腦中跑一段show code 這段show code還是assembly寫成的 還是x86 x64 但這段show code會幫你建好一個 基本的darnet environment 那你後面就可以去跑darnet的程式 好 所以這個loader它怎麼做的 所以它首先會把你的payload decompress出來 那你的payload就是darnet的assembly 好 那接著它會run一段x86和x64都可以跑的show code 我們叫polymorphic show code 那這段show code就負責建立darnet的clr的runtime 建立clr的runtime之後 我就可以去把我的darnet assembly去把它跑起來 那右邊大概是相對應的程式 那比較重點的部分 大概就是這一個invoke member3的這一個部分 看一下 對invoke member3 那後面就是真的把你的environmentload進來 那前面看到的部分 這些就是在做一些setup 你darnet environment的過程 好 對 那這樣做好 做完之後 你就可以動態的去load你的darnet assembly 那也避免你的檔案落地 你不用說我drop一個darnet的檔案到你的硬碟上面 那這支程式也有做一些control flow的obfuscation 對 所以像右邊是我們還原回來的樣子 那左邊可以看到說它被切成了很多個switch case 所以你如果人去追的時候你就要追完一段code 再去追它下一個switch case 那就會非常的難去追 那這裡這些混淆的功能 有很多是透過這一個darnet reactor來去做出來的 好 所以剛剛提到的程式的流程的混淆 還有另外一個部分是它會動態地去把darnet的IL解出來 動態才去執行 所以像是我們常用的DNA spy 那如果我們靜態地去打開這支程式 那你會看到說看不到任何的內容 因為它原本裡面是空的 那它是動態的時候才去把這裡面的內容填回來 那右邊是我們把它復原回來的一些結果 好 那這裡大概怎麼做的 它大概是 首先這樣的做法 首先它是把encrypt起來的payload 放在resource裡面 然後它有一個key 然後做xor 它有一個簡單的key 那放在stack裡面建出來 然後它動態地去把你的製串decrypt 然後還原原本的IL code 好 那還原IL code之後 它會等到說你這個function被call到的時候 它你的darnet會去執行 我看 會執行compile method的這一個procedure 那它去hook這個function 然後把你上面 把你現在要拿的這個IL code把它換掉 換成我從resource裡面 decrypt出來的IL code 然後把它放 把它放回去 那去compile 所以你就可以動態地去compile這些IL的程式碼 好 OK 那再還原之後 我們再回來看它那一支DockCheck的行為 那這DockCheck它就會從這個GateX10 TCB table上面 它每分鐘去確認你有沒有網路的連線 那如果你的網路連線不通了 那它就會認為service是已經關掉了 那它就會把你的service重新開起來 那最後解出來的就是一支quass array的bed door 那這支bed door就是cshop大家其實常用的 所以我這裡也不特別去多提了 那我後面要講一下就是threat distribution的部分 以及我們對這個事件的一些判讀 所以首先我們想要從這個案件我們回去回顧一下說 台灣的金融產業他們的資安做得怎麼樣 對那在我們想像中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金融產業像銀行他們的資安一定會做得非常的好 對 但的確是這樣子在大部分的狀況下面其實 金融產業的IT是做得比較好的 但有幾個小問題是在一些 例如說這次事件這種券商或要負責交易的相關的單位 那他們在交易的機器上面通常需要high performance 所以他們可能就沒有辦法去使用一些比較 performance要求比較高的一些資安的防禦機制 對或者是他可能就會 你可能在場域裡面重要的機器可能是這三台 但你可能這三台最重要的機器你沒有安裝監控的機制 那你把監控的機制可能安裝在其他台 比較沒有那麼重要的電腦上面 那就會造成說供給者進來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的監控到 對 那第二個是這類金融的軟體的公司可能是蠻少的 所以這些supplier他們其實沒有 他掌控了整個市場 那如果你要引進一些新的security的機制的時候 這些market dominator他們可能不會願意去做這些調整 所以就會導致一些supplier chain attack 那在我們這些調查的幾個case裡面 我們前面提到說是透過漏洞進來的 那當然我們也不是每個case都是透過漏洞進來的 在其中一個case我們觀測到的是 攻擊者先攻下了supplier的一些機器之後 用supplier的VPN再進到這個金融公司去做後面的攻擊 所以這樣的狀況這兩個狀況漏洞 或者是先打下一台然後再跳到別家公司 這兩種攻擊的手段 我們都會說它是一個supplier chain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剛剛都提到的都是APT相關的資訊 那它跟去年11月發生的事件是不是真的有關呢 所以我們這裡就想跟大家探討一下這個部分 那當然我的結論是不一定 因為我其實中間有一部分的資訊是沒有 我手上是沒有中間某一部分的證據的 不過在我們其實之前有發表過我們的這個研究 有部分的研究在我們的blog上面 那有些研究員就有跟我們討論 那討論過程中他有跟我們講說 他們之前的確是有看到credential staffing attack 所以這一項有發生過credential staffing attack 應該是正確沒有問題的 但另外我們也看 也有從其他管道我們也知道說 有其他的資安人員有告訴我們說 他有看到一包的user information 在暗網上面被販賣 所以這是我們的兩個線索 那加上我們剛剛調查的apt的一些分析報告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那我們看到的這個案件跟上一個案件關聯 是這個時間點非常的相近 所以我們認為這些時間應該是有重疊到的 所以我們的假設是這樣子 攻擊者他可能先是透過這一類的 這種apt形式的攻擊先打進去之後 偷走了一些用戶的資料 那接著這用戶的資料 他就拿去暗網上去做販賣 那我們就有在這一塊之間是有連結的 我們有去確認過調出去的資料的一些欄位 跟這邊駭客的欄位其實是基本上一致的 對 應該後面這個調出去的欄位 都有在hacker market上面有的 好 那這一個marketing可能再被第二個threader 拿去做credential staffing的attack 那才造成了後面的這些事件 對 所以這是我們的一個推測 我們並不能百分之百地證明 這後面兩件事情的關聯 但我們大概可以證明apt事件是發生過的 然後也有在暗網上的一些資料在販賣 那這兩個是同一包 那我們不能確定這個東西和最後的credential staffing 是不是相關的 所以這是我們對於這個事件我們的一些想法 那最後一部分是我們去做一些前置的調查 那我們在調查過後我們覺得說 我們大概有沒有很高 大概是low confidence認為說 這可能跟AP10是有些關聯的 那關聯的幾個原因是我們有觀測到幾個domain 像這邊提到的catch microsoft.org 還有update microsoft.org這兩個domain 那這兩個domain在 Cyberts的這篇report中都有提到 那他們把這篇把它attribute到AP10 那在我們release我們的報告不久之後 然後esat這邊又發另外一份report 是在描述另外一個threator TA410的這個group 那在這個group裡面它有一個subgroup 叫做jodyfrock 那這個jodyfrock他在report中有提到說 這是跟fortinate認為是跟apt10相關的 那主要的也是有一個domain是大家相關的 所以從這兩個 然後對在這篇report中 其實有一支同樣的二翼城市也是presentcatch 也在這篇report中有被提到 所以下面這一個應該是比較準確的 但他也提到說我可能是跟apt10相關 所以根據這些線索我們認為 這情資的部分我認為 這次供給可能跟apt10是相關的 那這邊就我們前面提到的一些資訊 所以我們看到的二翼城市有link到一些paper 那這些paper就是前面提到的 那右邊是前面提到的這篇ta410paper的截圖 所以可以看到說它這裡特別指說 jodyfrock這一支 也被fortinate判讀成apt10 那這邊也提到了這個presentcatch.ese 這是二翼城市 所以我們觀測到的攻擊行為 應該是跟他們觀測到的是同樣的一個攻擊行為 好 那 所以在這邊其實有蠻多的可能性 那其實我們在做調查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也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確定 說我們調查到的東西一定是對的 所以我這裡都比較保守一點 我不敢說我們的假設是對的 所以我提了各種可能的假設 所以當然第一個可能是 這個攻擊可能完全跟對AP10沒有關係 因為大家都可能都可以用quassarate 那 那 domain的關聯性其實是蠻弱的 不足以成為一個很強的證據 但這邊的話 因為我們的quassarate在這裡 我們有發現它有一些改動 它在load module 的部分 其實跟AP10使用的quassarate 是有同樣的程式碼 那這部分程式碼在原版的quassarate是沒有的 對 所以 但這個還是有可能 只要可能性稍微低一點 那第二個是 其中一個問題點是 這類AP1組織為什麼它投到的資料 它會賣到暗網上面呢 那這類的行為可能在過往AP10裡面是沒有看到的 對 所以我們也在想說會不會這些AP組織 他們其實有些外圍的合作夥伴 那這些合作夥伴可能才是這次攻擊的元凶 那這些合作夥伴可能是一個grade zone的地方 他們可能介於APT group 或地下攻擊者的group的中間 比較灰色地帶 那它可能就會將這些資料賣給這些暗網 那這樣子才比較符合這次我們看到的東西 那當然又一種可能就是完全是 的確是AP10發動這一次的攻擊 對 那因為我們手上觀測到的資料 大概是我前面提到的這些 所以 這裡我就沒有辦法去下一個非常 就是完全百分之百確定的一個結論 就是我們只能給所有我們的一些推測 那在這個攻擊我們覺得 為什麼我們特別分析這個攻擊 那是因為這個攻擊首先它實際上造成了我們經濟上面的損害 對 首先有user 他這個就是被迫買了港股 那並且實際造成交易所停止交易一段時間 所以的確是造成真實的damage 所以大家會直接看到這些東西 那被攻擊的組織 他們就要吸收這些financial losses 所以他們可能要跟用戶去把這些 把這些用戶被盜用帳戶去買的這些股票 把它買回來並吸收這些成本 對 那更重要的是他們customer的trust 可能會下降很多 那這裡我們覺得最重要的是它可能會破壞這種financial order 因為今天有可能攻擊者就透過同樣的攻擊手法去買一些股票 那可能就可以操作這些股票的股價 那去操作這些股票的股價的話 就可能造成你的金融秩序 financial order上面的一些問題 那當然最後就是對於台灣金融產業的一些reputation 可能會有一些傷害 所以這邊就我們認為 這一個事件主要帶來的問題 好 欸 我的talk就講完了 因為上一場太趕 我前面一直講得很趕 所以反而比較早講完 好 對 好那我們先謝謝這個仲寬帶來的精彩演講 不好意思 那個剛剛有線上有聽眾反應 就是麥克風離聲音有點遠 這樣子 對對對 我現在才看到 抱歉 那這個有聽眾的提問是 這個加密的key是怎麼找到的 然後如何知道這個是什麼加密的方式 這兩個部分我們都是去透過 逆向這支二翼程式找到的 對 因為它的程式主要是dannet 那你加密的程式一定寫在最外圍的 所以我們還是去把加密的程式去把它拆出來 所以主要是透過逆向工程的方法去找到 那還有一位聽眾問這個 那還有一位聽眾問這個 這個 dannet show code 是用donut做show code runner 它不是直接run起來 這個有什麼防止偵測或其他的考量嗎 聽說它不是直接run起來 對 它用donut 對 因為其實 如果不用donut的話 你原本跑 就應該就是一些binary ratio code 那binary ratio code 有很多的pattern就是 可能防渡的產品都已經建好了 那你今天進到Io的話 你就可以想像防渡公司不只要處理Assembly code 它還要處理Io層級的東西 所以這兩個層級的東西它都要處理 所以偵測上就會比較困難 對 所以用donut把你的環境切到dannet environment裡面 一方面是攻擊者比較好寫code 因為它就可以用dannet的很多功能 那第二方面就是 你去分析mage code 又是多一層的工序 所以會比原本的困難一點 謝謝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這個 azorult這個family A-Z-O-R-U-L-T 跟目前的這個設定有關係嗎 我目前看是沒有關係 這個它只是用來指定 它怎麼樣去injection 和怎麼樣去malloc memory 的一個config的參數 我也不知道 我那時候也在想 但不知道為什麼它會取這個名字 對 那剛剛一分鐘前還有一位提問是說 APD-10還有這個APD-41 都有這個販賣資料的一些跡象 像你剛剛提到的 那請問就是 這個中國政府可能支持這些APD組織 那這樣子他們 是屬於外圍組織呢 還是他們屬於政府的正規軍呢 還是 因為這個APD組織販賣資料 是一個蠻罕見的行為這樣 是的 那這個 這個問題首先我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的 告訴你真正的答案 因為我們可能沒有觀測到 攻擊者真正的行為 那我們的推測是 其實像APD-41 或APD-10這些組織 大家在分析的時候 它越來越廣 那這些組織可能也 這些正規軍可能也會有一些成員到 例如說退休了 開始做黑產 或者是它可能原本就只是約聘的人員之類的 所以中間的應該會有一些模糊的地帶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把資料販賣到暗網這樣的動作 應該不會是正規的 正規軍所做的 而是 可能是比較你合作夥伴 或者是這種 已經退休但用同樣的工具去攻擊的 這些人的行為 這部分其實我自己也有一點疑問 就是剛剛提到這個兩篇 attribute.APD-10的兩篇報 這個資安的部落格 兩個業者寫 他們quote的都是fortinet 說它是APD-10 那有沒有可能是fortinet 判斷它是APD-10的證據 其實也不夠強烈 所以前面就已經不夠證據了 那後面esat跟siver 都引用fortinet的部落格 所以他們也就不是那麼的精確 對,這邊其實也是我把 我在做個影片的時候 一直去強調說 我們attribute.APD-10 我們只有low confidence 對,因為我們也是 follow別人的研究去做的 那我覺得 這跟這個group TA410的這個Jody Frog 這個group 可能是更準確的說法 對,是這個group的幾率 可能更高於是APD-10 因為我看fortinet的部落格 他也只是說 他們判斷是APD-10的原因 是quaza-red 可是quaza-red 是一個open-source的red 所以搞不好 fortinet這樣的判斷 其實是不精確的 對,這我也同意 我覺得可能 fortinet判斷是APD-10的部分 可能是有點問題 那如果這個intelligence 是弱關聯性 那我們以它為依據 那其實我們的confidence 也是弱的 但有一個部分是 我們在二一程式分析的時候 看到說 它quaza-red 其實在APD-10的版本 有做一些改動 那我們這次看到的 二一程式 它的改動也是一致的 他們在load的一些plug-in的時候 他們的程式碼其實是一樣的 那load plug-in 又是一個 不好改的程式碼 因為你改了 你所有plug-in就要改 所以這段程式碼 我覺得也算是 有比較高的信心值可以說 可能跟APD-10的quaza-red 是類似的 對 不過我這邊還是認為說 這個證據其實沒有那麼足夠 我們還需要更多的資訊來做調查 海東程式碼 是一個蠻難追查的事情 例如搞不好有一個 具有中國特色版的quaza-red 它放在csdn上 然後大家剛好載到那個版本 對 對這沒錯 所以我覺得在做 在做attribution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進到這種灰色空間 你沒辦法百分之百斷定是或不是 那我們只能把說我們的線索放在這邊 那就留給其他的researcher 可以幫我們去validate verify 這樣的判斷是不是準確的 對 這其實也是AP研究的一個困難 就是到底要怎麼樣把這些東西分群 所以大部分的廠商的做法是 要盡量寫出原因 就是我為什麼覺得這個是APS 我是A層4還是這個domain這樣子 那留給其他的人再繼續做推論 對 所以我們這邊也是盡量 就把我們看到的證據和哪篇paper關聯 是什麼原因盡量把它寫出來 那這部分可能後面的研究就會去發現說 不對 這前面某一篇人說錯了 那可能我們這邊的statement就需要去做修改 對 謝謝 那後來還有觀眾新提問說 這個OPWEB的Command Injection 有CVE編號嗎 是什麼弱點 導致考 這一個目前應該還沒有CVE編號 對 OK 當然 我們有通知廠商 但我們不知道 還不知道後續的狀況 並沒有特別做追蹤 好的 所以就是可能是一個 金融業的supply chain 就是金融業都共用的一個平台 它的問題這樣 但還沒有CVE編號 對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有 對 因為CVE編號也是要廠商要去跟CNA申請 要不然是sert 要不然就是他們 還有上游的 有廠商有辦法合法才會有 OK 現場有沒有聽眾有任何的問題 想要現在舉手提問的 這邊 我們還有幾分鐘的時間 可以開放一些問題 不好意思 我問一下 就是因為剛剛您說 那些伺服器它需要高效能的部分 那這樣表示 inline的防禦系統其實是沒有辦法運作的 那如果是純粹的online的 例如說像SIEM 那是不是可以有效的來克制這件事情 這些機制其實就是 就有辦法引入 但其實你就是 inline的監控 從你的SIEM這個存收資料的監控 你在realtime的response就會比較差一點 對 所以 這些機制是 如果是因為offline的機制是可以做的 但 當然你的 你的治安防禦能做的事情就少了一塊 就會變比較 比較薄弱一點 對 那如果有一些 例如說是一次性但是很 high performance的scan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面 可能也不一定能取得統一 因為他們可能24小時都是高負載的 那可能沒有時間讓你 讓你去run 例如說一個小時 然後一個完整的檢測這樣子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的這個議程就 現在還有一個說 那這個 這類工具要怎麼預防 包含你今天介紹的這些工具 我覺得預防的方式可能很多 那 我會推薦大家如果從一開始的話 可以去follow 像CDM這樣的framework 然後去清點說 從早期prevention的階段 到後面detection response 和recover 你們有引進了哪些的治安的工具 去預防這些東西 那有哪些還沒有預防 然後透過CDM 那另外就是透過Miter 它也整理了很多的攻擊技巧 那攻擊技巧裡面其實有些 有蠻多會寫說 哪些diasource可以監控到 所以我會建議說 企業可以先從 清查自己的這個 治安設備或治安的防禦 在CDM上面有多少 有cover了多少 然後另外一方面 從Miter去看看 再加上一些威脅情質 看一下你的主要對手 使用哪些招數 那從這些招數 你可以看一下說 有沒有共同的diasource 是比較好監控的 然後再去找可以monitor 這些diasource的方法 對 那所以透過這兩個部分 可能幫企業去了解一下 你要怎麼防禦 然後避免這一類的攻擊 那當然其實還是很困難的 對 我自己也在企業當網管 所以也覺得應該 治安人員的角度就是 我們要學習這些族群的一些 攻擊手法 像剛剛有提到這個 什麼PowerShell 或者是這個DANET 或新的這些後門手法 那想辦法看看自己的產品 是否驗證他們能不能偵測 如果他們偵測不到的話 那我們就要再找新的手錄訊 這樣子 是不是也是一種方法 對 其實也是需要定期的做一些 例如說 紅隊演練之類的 或去模擬這些 攻擊行為在你的environment 然後去評估說 你的防禦體系 有沒有漏抓 或有沒有response太慢的 那你可能就需要 針對這幾塊去做加強 所以治安防禦 應該是一個持續性的流程 你可能每年觀察到新的攻擊 或有新的攻擊手法 你可能在你們企業就要去演練一次 那演練的結果 就在進到下一輪 去調整你的治安的一些 防禦設備架構 那希望這有回答到這些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這些情資在 像是交換平台 iSEC 像F-iSEC 這些地方有 辦法得到這些情資嗎 我們之前應該是有 提供一部分給F-iSEC 對 對 這個情資的交換也是一種方法 就是如果你知道 像這個Domain 看起來就是Microsoft S.org 這看起來應該就是惡意的 那當然也要去區分 它是不是一個 像是Dynamic DNS 或是一個通用的Domain 那如果精準的話 就可以拿它來當作IOC 好 那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再次 以熱烈的掌聲 謝謝寬寬 我們帶來這場精采的演講 好 謝謝大家